這邊是篩選,這邊就列一堆篩選 篩選書號,篩選題名 然後篩選作者一直到戲所這邊 這邊的話,篩選把它改成格式化就好了 其實主要是把這邊的程式直接複製過來 貼過來之後改什麼?增加兩行就可以了 其實主要差別就是下面兩行 就是把顏色,底色變成黃色 然後把篩選取消而已,其他都一樣 所以其實應該沒有想像中困難吧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以後 你就可以讓你的工作比較自動化 而且不用每次還要再去按篩選 然後輸入條件幹嘛幹嘛的 就不用了,就可以馬上可以做一個查詢動作 你可以把你需要的資料查出來 查出來做什麼呢? 你可以針對你需要的資料再去做閱讀 不用的就不要看了 有的時候其實說真的 學習還是要有方法的 不是說你全部都看上費時間 應該是找你不會的地方去閱讀 我覺得會比較有效率一些學習 我覺得有時候學習還是要有效率 真的,像這些東西 我有講過,像昨天跟文早那邊老師分享 我發現他們對他們的概念真的很薄弱 像你們這樣的上課速度 對他們來講已經算是太快了一點 他們還沒辦法招架 我們變得越上越慢 本來應該上兩個範例的 只能上一個範例還上不完 所以其實當然就是可能慢慢要養成那個寫 了解這些東西工具的習慣 用久你會覺得其實還蠻好用的 而且我覺得應該你就比較回不去了 沒有人說你會用新功能 你還會想說用慢慢來的這個方法 有像剛剛那個方法 我們要找出來 所以這個部分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把篩選這個地方做完 格式化這個地方做完 最後記得你把它存檔的時候 用另存新檔好了 記得另存新檔 瀏覽的話你就輸入204A變化 這邊叫一個變化題 後面的話 204A變化題 或者叫篩選也可以 篩選格式化也可以 那記得最後的存檔類型 請務必一定要把它改成叫做 啟用聚齊的活躍布 你不能用原來的活躍布 原來活躍布裡面的VBA 就全部消失了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因為之前我們上課有特別講 可是還是有同學可能很少用 會忘記 所以我要特別特別強調一下 不然的話如果你選錯了 我選這個對不對 你按儲存 它會怎麼樣 它應該會跳一個警告 有沒有 下列功能無法儲存 無聚集的活躍布 如果你按下4的話 跟各位講 就完了 記得一下否 否它會跳回來 請你改成這個 千萬注意 之前還是有同學發聲 教的作業裡面都沒有東西 怎麼辦 你到底有做還是沒做 我不確定 還是你屯所膽 這就麻煩 記得存檔 就把這個絞交就可以了 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後面如果有時間 請各位自己再找一下 比如說唐詩的全文 唐詩裡面的話不外乎 這裡應該有吧 你就把那個唐詩 可是它其實好像分得還蠻亂的 就是說你們找一下有沒有那種 直接可以把那個唐詩張白索全文給下載下來的那個網站 如果有的話呢 那最好的方式 就可以直接怎麼樣 直接把那些資料放在Excel裡面 只是說要怎麼樣把這個資料放Excel的話 嗯 好像剛剛有看到一個 是這個吧 唐詩 好像找找看吧 有些的話呢 就可以再找找看相關的東西 嗯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那可以試著做做看喔 那個什麼 這個唐詩的這個查詢系統 或者是叫 送詩的查詢系統 或者圓曲啊 詩詩曲其實就是 這個這個 中文系很重要的一部分課程 好 OK 那其實喔 唐詩跟送詩喔 在古代有很重要的一環 現在都沒有了 就是能唱 對不對 但是現在就是 唐詩不見得每一首都能唱 但是送詩絕對是能唱的 只是說現在誰會唱 你們上課的時候老師有唱嗎 有 有 有啊 是喔 我以為是我全力 OK 好